好 持續代理關心 現在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 持續來接受 這個檢調的這個偵辦當中 那麼其實在與此同時 在下午1點鐘的時候 其實民眾黨也召開了 緊急的臨時中央委員會 那麼大約在下午3點鐘左右的時候 會議結束了 那麼會後其實也由這個黃國昌 以及中央委員們來召開記者會 那麼其實在整個會議當中 他們也定調 接下來會來成立所謂的 緊急應變小組 一起帶你來聽 委員會決議即刻成立 中央緊急應變小組 共同召集人包含中央委員林富南 中評會主委李偉華 以及立法院黨團總召黃國昌 並納入黨公職等擴大參與 配合司法調查期間 維持黨務運作全黨齊心 團結共同力挺 柯文哲主席捍衛清白 雖然無法理解 完全無法理解 為什麼有必要搜索台灣民眾黨的中央黨部 柯文哲主席 柯文哲主席在台灣民眾黨的中央黨部 並沒有辦公室 領急來召開所謂的中央委員會議 是不是馬上要來推選這個中央委員的 推選出來一個黨主席的 這個代理黨主席身分 那麼其實這個黃國昌是表示說 目前都還沒有討論到這樣層次的問題 不過他其實也在這個 會後記者會當中跟大家提到了 他說其實在早上大約是8點的時候 這個黨秘書長周虞收就 接到了這個簡聯人員的電話樓 他們指說他們其實是希望他們趕快來幫他們 開中央黨部的大門 並且是要來上去搜索 不過黃國昌就質疑說 為什麼明明在黨部這邊 並沒有柯文哲的個人辦公室 那他們搜索的目的是為何呢 而且在這個簡聯打電話的當下 應該人就是在柯文哲的住家當中 那麼是不是柯文哲也在旁邊 在當中其實跟柯文哲對話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那麼黃國昌也是質疑了這樣的正當性 不過他其實再三的否認說 在當中有討論到所謂要推選代理黨主席 這樣的事情 他說現在主要的目標就是來成立 這個緊急的應變小組 來面對後續檢調進一步的動作 讓他們最後也來喊口號 是希望說大家可以全力全黨一起捍衛 柯文哲主席的清白 好 不要講話暫停 安靜 要大家安靜 住家被檢調大動作搜索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有話要說 今天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主要在野黨的 黨主席的住家 辦公室 還有中央黨部也都被搜索 當然我非常坦蕩我知道我沒有問題 我也希望執政當局要清楚的說明 那今天是有什麼證據要做這個動作 為了侦半斤華城案檢調搜索 超過四小時 柯文哲以被告身份 帶回廉政署偵訊 預計晚間到北檢覆訊 我不會覺得什麼不要預設立場 我們還是希望台灣的司法是可以被信任 但是這樣 今天他們 既然他們做了 他們就要說明說 他們今天是有什麼樣的證據 有合理的理由 要來搜索台灣民眾黨的中央黨部 還有我個人的住家跟辦公室 他們要說明 上週前怒嗆執政當局 而一團混亂中 柯文哲的妻子陳佩琪默默擠在人群當中 不能不好意思 因為周刊有提到您是不是有要去美國這樣子 上週是不是因為明天要去美國所以被搜索 隨後陳佩琪也以證人身份被帶回廉政署偵訊 精華城案調查進入深水區 TVB的新聞正好報導 早上七點大批檢聯人員 現身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住家 連續按了三次門鈴 終於打開門 進到裡面進行搜索 柯文哲跟陳佩琪都在家中 同一時間還有另一個地方 這裡是宋山區的台坡大樓 二樓就是柯文哲的辦公室 大批檢聯人員上二樓卻大門深鎖 等了將近20分鐘 有人來開門才終於進去 一共搜索了快兩個小時 京華城案又有新進度 30號在搜索四人包含列為他自案被告的前台北市長柯文哲以及前台北市副市長彭震生還有其他兩人 檢聯繽紛時路搜索 柯文哲住家及辦公室還有彭震生的住家都是搜查重點 而彭震生已經不是第一次遭到約談 十二號才被傳喚到案前往北檢附訊彭震生被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 這回在映曉威省慶金收押後有新突破 18天後再度被搜索恐怕又會被送到北檢 檢聯單位查出威京集團主席 省慶金涉嫌向議員映曉威行會高達4740萬元 要他施壓並遊說 讓客市府放寬金華城的容積率 柯文哲放行 涉嫌圖利映曉威及省慶金則因為罪行重大被羈押警戒 金華城案件爆發後 檢聯搜查約談了將近一個月 如今前台北市長柯文哲也被聯政署帶回 並送到北檢附訊 象徵最後一塊拼圖可能已經完成 TV別生黃俊維 王金磊 蘇佩宇 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 大門深所緊閉 屋內漆黑一片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老家空無一人 金華城案持續延燒 30號一大早柯文哲台北住處被搜索 如此大動作 柯媽媽雖然因為要照顧住院的柯爸爸不在家 但還是幫兒子說話 這種搜索我是不知道的啦 我的孩子絕對沒做這件事啦 我看他們想他們想怎樣我也不知道 好好好 你如果是說故意你照顧的麻煩呢 那就很難料啦 如果是說政府上的 我自己怕 我的孩子是絕對穿白的 自始至終相信孩子 但對於被搜索一事 柯媽媽也無奈表示自己無能為力 他如果要把班按照 我們哪有辦法 嗯嗯嗯嗯 我跟你說 這個喔 不可以亂買跟班喔 亂買跟班是有搜索的 事情爆發後 雖然柯媽媽不在家 但外面確實來了 許多民眾關切 民眾批評高鴻安助理費一案 讓新竹市的形象大受影響 然而不只老家台北住處 也有相當多人來圍觀 關心一下吧 罵人像罵狗一樣 自己出事了還怎麼辦 隨便逛一逛 沒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住這附近嘛 所以我每天要去東門市場 買菜的時候 我就 我會經過一個 看啊 見怎麼這麼多人 當地居民只是路過 也被這人潮嚇到 還有人拿著自拍桿拍照打卡 說是要來見證這歷史的一刻 TVBS新聞 陳世民朱光宏 劉婷婷 藍廷 新竹台北採訪報道 前天記者會上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鞠躬道歉 但有些問題似乎不是道歉就能解決 眼看金華城案越燒越大 監調也找上門 柯文哲成為第一位疑似 因為市政弊案被搜索的前台北市長 進入司法調查階段 我們全力配合檢方的偵辦 前朝弊案講萬案不多評論 反觀柯文哲剛當選市長 強大好市府五大弊案 但直到卸任 沒查出壁情 如今自己反倒 先成為檢調搜索對象 政上關係非常高雅 我給你一個方便 你在選舉的時候 如果回饋 他也不是直接進你的帳戶 看一下就說 用刀叉在吃人肉 這回力標來得又急又猛 看看金華城案關鍵會議2020年3月首場便當會 而隔一周便接受陳情 同年9月9號都省委員共識決通過 金華城20%容積獎勵 由市長賈張覺醒 而柯文哲不但是第一位被搜索的前台北市長也是首位被搜索的黨主席 他在財務管理的部分人事管理的部分可能都是非常非常處在一個不完整的狀態 民眾黨內各種機制出問題 賈張怡雲持續燒不停 柯文哲蠟燭多頭燒 學者分析他這一出事 整個黨恐怕跟著被拖垮 柯文哲強的時候民眾黨就強 柯文哲光環不在 或是柯文哲整個形象魅力消瘋的時候 那民眾黨也跟著退潮 柯文哲打著揭逼英雄旗幟 或許想不到當年射出的弊案飛鏢 多年後回到自己身上 TVBS新聞會員陳婷臺被通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